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我们能够再次用主的话来彼此劝勉 你是不是曾经为一些事有长时间的祷告等候 在这样的祷告当中 你有没有信心相信确信上帝 必定会来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跟应允呢 当我们做这样的守望 我们是不是愿意持续的忍耐等候下去呢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一到九节 我因西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 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 列国必见你的公义 列王必见你的荣耀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官 在你神的掌上 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气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归他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 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心腹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 成为可赞美的 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 和大能的绑臂启示说 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 给你仇敌做食物 外邦人也不再喝你 劳碌得来的新酒 唯有那收割的要吃 并赞美耶和华 那聚敛的 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先知以赛亚 他的这种先知的心 他是上帝借着他来 宣扬上帝的应许 宣扬神对百姓的这些话语 带来安慰 带来盼望 我们也看到先知不单单 只是一个代替神来发言 他也好像带着百姓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向神来祷告呼吁 这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经文当中 看见的 对于以色列百姓 他们被掳归回了 可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仍然是在一种的 好像已经得着了神的应许 可是他们才回到故土 开始重建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 那百废带新 旁边还有很多的这些仇敌环事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 看似好像已经成就 确实他们也经历 可是还在一个等候的过程 还没有完全的成就 所以这就是一种已然跟未然的一种状况 而在这样状况当中 先知就发出了他的一个呼吁 也表达他的心境 他说他要不断的再来宣扬 因为他说我因喜安 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 必不牺牲 直到他的公义 如光辉发出 他的救恩 如明灯发亮 是 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救恩 早就已经临到 可是他盼望看到的 好像是更大的彰显 所以要完全的成就 他盼望看到 甚至到一个地步 就是列国要看见神的公义 这个列王要看到神的荣耀 上帝把以色列百姓 从被掳当中带回来 上帝说给他们一个新的名 是神亲口来为他们 给他们的新的名字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这群被掳归回的百姓 在神的手中好像是华冠 好像是免留 就是非常贵重 非常宝贵的 是神所珍爱的 那先知说 百姓们不再被称为是撇弃的 也不再被 这个土地不再被称为是荒凉的 反而是要被称为我所喜悦的 要是被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神喜悦他 而且他的地也归神 那种心情就好像 本来是一个 这个失去了丈夫 或者被离弃的一个可怜的妻子 但如今呢 却重新的被珍爱 他是得着了这个上帝亲自的接纳 收纳 所以他又被称为是有夫之妇 不只是如此 甚至在第五节那里说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 你的众名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心妇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他形容到好像在神的眼中 以色列百姓这个心被重新的坚定的这群人 他们就好像刚被迎娶的那个新娘子一样 是一个这个满有美丽 满有这个尊贵 满有被保爱的这样的一个心腹 在神的眼中看是如此 亲爱的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 是被神所看为宝贵的吗 你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 看为是他眼中的同仁 你知道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心上 我们是他的掌上明珠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爱 神所珍惜的吗 我们盼望能够认识到上帝这样的恩典跟作为 先知不只是为了上帝的应许 必要成就在那里宣告 在那里呼吁 他也好像有一种急切急迫的 他就为了这个事情能够成就 不断的在守望祷告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他说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所以好像他在形容他自己成为一个守望者 他就在那个城墙上面的这个守望楼 在那里昼夜的为这个城守望 他也盼望有更多人一起起来守望 守望什么呢 就是盼望看到上帝的这个应许 好像要成就 所以他就不断的发出那个呼吁 只要这个应许没有成就 就不要静默 不要歇息 那向神祷告的是什么呢 他说也不要使他歇息 不要让上帝休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这就是先知的心 他为他的百姓守望 他盼望看到上帝的应许 完全的成就 所以他就不断的在那里呼求 求神来建立耶路撒冷 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是可赞美的 成为是荣耀神的一个诚意 所以让百姓能够成就了上帝 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那种作为 而上帝对于这样的一个祷告 跟呼吁他怎么回应 他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 和大能的绑壁启示 所以神一定会应允的 神一定会做成他的功 他甚至他要指着自己的这个右手 跟大能的绑壁 他没有其他比他更大的可以去指着启示 他就指着自己来启示说 他一定一定会成就 他不再会把那些的五谷给仇敌做食物 外邦人也不再会去喝 他们自己劳碌 这个采收并且得来的这些新酒 只有神的百姓 就是收割的人要吃 而且呢 要在圣所里面 在圣所的院内来吃喝 并且在那里赞美神 现在那些妹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作为 他必定要做成 让他的百姓被救回来 而且在神的殿中敬拜 在那里吃喝 在那里享受神的恩典 归荣耀给神 亲爱的姐妹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如此呢 我们是不是也愿意 为着神救恩完全的成就 来不断的守望 不断的祷告 你是不是曾经为了一些人 得到救恩 一直仰望神 一直等候他 直到他做成的时刻 你成否为一个人 祷告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神必定要回应你的祷告 因为上帝 他的心意就是如此 我们是不是也成为一个 像先知这样的一个 忠心的守望者 我们要向神发出呼吁 我们要为我们的家 为我们的教会 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的国家 成为一个忠心的守望者 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信实的主 主啊 你所说的 你必定要做成 主啊 你也帮助我们 有一个信心 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 能够不断地来向你 服裕 不断地来为我们身边的人 来守望 盼望人能够领受 你这样的救恩 盼望人都能够进入到 你的国中 这样的祷告 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盼望人能够进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